大家好我是Nine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去修改牛仔褲的褲腰 好那我今天要從那個 我要拆掉我後半部的褲腰 所以我褲兒兩邊的褲兒下面的地方要拆掉 中間這個褲兒要整個拆掉 然後褲腰的地方也是要拆掉 好拆掉的話就是長這樣子 中間的褲兒拆掉 兩邊是下面的褲兒拆掉 好那後半部的褲腰是拆掉的 那我現在要在褲腰中間的地方取義中線 中間的地方上面的壓線一小段也是要把它拆掉的 好那我現在先把我的 等一下我要把我的褲子翻到背面 背面處 因為 等一下那個我要抓兩支折子 什麼是折子呢 好等一下我會跟你解釋 今天我這一件牛仔褲的褲腰呢 我要把它改改短那個三公分 那我現在呢 把褲子到背面 背面的地方 然後呢 拿先拿我的尺 那我怎麼畫折子呢 在口袋 中間的地方呢 取義中線 好再接近那個 褲腰這裡呢 上面這裡畫義中線 這中線的地方是我們折子的中心線 所謂的折子呢 就是像我紙上這樣畫 這是我們服飾裡面會用到的那個折子 那你多餘的布呢 可以做 可以測一個折子吧 把它剪掉 好 那現在我就來算折子 我要測多少 現在 我的腰呢 是要剪掉三公分嘛 那 那今天這個折子要抓兩支折子 所以是三公分除以二 等於一個折子是1.5公分寬 那因為折子呢 一支折子它分成兩邊 所以你1.5公分呢 還要再除以2 那就是等於0.75公分 那就是代表一支折子呢 一邊是0.75公分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複雜 你就把它想個簡單一點 就是我的腰 要剪掉三公分 那我要抓兩支折子 所以三公分除以二等於1.5公分 那一支折子是1.5公分 但是一支折子又要分兩部分 所以1.5公分又要除以二 這樣子 好 那 我用寫出來 這樣應該 應該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折子的那個寬度呢 算好之後 在我們就準備 要在我們的褲子上面 做好記號 那中心線我已經取 取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要在 在我的中心線 旁邊呢 0.75這裡 做一個記號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0.75 做一個記號 然後就把三角形畫起來 那 折尖的地方要特別注意 因為下面的地方就是 下面的地方 這也是有接縫處 所以你不能太下面去 免得你到時候會側的時候不好側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口袋的中間曲一直線 好然後0.75的地方呢 做一個記號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哇記號都做好之後就把它連起來成一個三角形 好 那我用那個 粉圖筆畫好像看起來不太清楚 那我現在先 呃我拿那個記號筆 把它畫得比較清楚 這樣你看的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畫起來 他就是長這樣一個三角形 那你 你的衣服啊 或褲子 如果有多餘的布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子 折一個折子起來 去剪掉你多餘的布 好那我現在呢 先要來把折子撤起來 把布折好 好中心的位置則好 好看一下對一下 好 那其三呢要倒針 開頭要倒針 結束不要倒針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為什麼 撤到尾巴這裡 這裡不能倒針就直接撤過去 線流長一點 再剪掉 好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開頭倒針 開頭倒針 尾巴不要倒針 尾巴不要倒針 線流長一點 剪掉 好為什麼尾巴的地方呢 這裡是折肩的地方 為什麼不要倒針 因為在那個服飾裡面 折肩 沒有人在倒針的 因為 如果你今天車子 是薄布的話 他很容易會 然後不好看 又硬硬 所以你要像我這樣子打個結 用手動式 這樣打個結 就可以 好 折子處理好之後 再來 我們要換來處理 那個 褲腰的部分 那因為牛仔褲的褲腰 對他都是長這樣子的 所以呢 我現在呢就要把 中心這一條線呢 拿剪刀把他剪掉 如果說你今天車的是 細裝褲的話 那他的褲腰就不是長這樣子 那他改也不會像 他改的過程也比牛仔褲 來得輕鬆 然後 步驟也沒那麼繁雜 那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看我 我現在就是把 那個褲腰開 那個開的地 裂開的地方 都把它先補好 對 剛那個地方就是 那個 上面 壓線的地方 被我拆掉那個地方 牛仔褲的褲腰 上面都是這樣子 他是兩塊布 然後折好 一起下去 壓線 所以你的壓線 如果拆掉的時候 他的兩塊布 就會像我這樣子 就你要重新再把它 把車縫起來 好 那褲腰這個 上面的地方補好之後 再來我們就要做接合 好 那就是把 把布 攤開 然後對齊好 縫份的地方全部都要把它攤開 因為你攤開這樣子車啊 會比較 不那麼厚 如果說你 你照他這樣 原本 對像這樣子 縫份這樣 折起來 這樣直接撤的話 到時候你的褲腰 撤好 然後往下 折的時候 會很厚 所以你要記得 只要是有縫份的地方 你全部都要把它攤平 好 那我們的褲腰是 減3 3公分嘛 但是因為有兩邊 所以這邊呢 只要劃1.5公分 記號做好之後呢 就把三個記號連起來 記號做好之後呢 就把它接起來 記得 那個 接的時候要注意看一下你的布 要把它對齊好 才不會 車好之後翻過來 然後不好 沒有對齊好會不好看 好 那我們褲腰接好之後 再 褲腰就要準備來跟我們的 褲子本身把它接合起來了 好 對 呃你可能會覺得這樣子 借褲腰這樣子 很麻煩 對 因為我知道有的人 那個改褲腰是從 褲腰的 呃 斜邊的地方呢 抓兩 兩個折子 但我不這麼做 對 我習慣把整個褲腰 呃 後半 後半部的褲腰呢 全部拆掉 然後再去修改這個布 這樣 對 這樣穿起來你也不會覺得怪怪的 好 那現在呢 對 這個 這個重頭戲來了 因為這地方真的超重要的 現在我們要把褲腰跟我們的 褲子本身把它結合起來 起開頭的地方先倒針一下 然後再來 這裡 這裡 這裡你要把你的那個本身的布放進來 車褲腰的時候 你要把布 包好 然後呢 因為他上面有痕跡嘛 你上面的褲腰就造了痕跡 覆蓋住 然後這樣子車 好 再來 如果你遇到像這樣子有 有縫分 這裡 我們剛車的縫分這個地方 一樣要把它折好再車 這個 車的時候把布剝平 上面的褲腰呢 蓋蓋住好我們的褲子本身 就是你造了他的那個痕跡然後把布包起來 剛剛這是我們畫的中心的位置也要把對好 那這個地方因為剛剛我們有做有剪開然後做結合的地方 所以他會比較厚 那厚的地方你就車慢一點 好 太多鏡頭 在這裡然後 一樣把布放進來 放好 然後褲腰把包住 然後 車過去 車這裡的話你可以慢慢車 不要車太快 把布包好 一樣把布包好 重點好是他的那個痕跡你上面的褲腰 蓋下來的時候一定要把蓋蓋好 這樣才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 那到尾巴的地方呢 再倒個撐 好之後呢 就把線頭剪掉 然後這裡呢我通常會做 一個動作 來 Double check說我的褲腰是不是 有把我的布包好 那就是這樣 拉拉拉 看一下我有沒有露車到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呢 再我就要把那個 酷 酷兒 把酷兒再把它接回去 那那個折子的地方呢 你就用熨斗熨一下 它就會比較平 好 那我現在呢要把酷兒車好 兩邊的酷兒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就只有拆下面的地方而已 那車酷兒 酷兒呢 就是 車的時候不要太快 因為酷兒還蠻厚的 所以你要 車的時候慢慢車 對 對你就踩個幾針然後針沒有斷的話 你再 多踩個幾針這樣 好 那就是像我這樣 來回車個幾次 讓它老固一點 那剛剛上面 在 上面褲頭這裡 我們剛剛有拆牙蟹嘛 所以這裡也要補一下牙蟹 那這裡比較厚 所以你車的時候要慢一點 不要太快 好 到結束的地方倒個針 好這裡還沒有結束 因為中間這個地方呢 我們還要再 呃 這裡有拆掉一個酷兒 所以要把酷兒再補上去 那這個 這個位置 比較厚 所以你 你如果不敢車的話呢 你可以像我就是 呃 用手這樣子轉著針車這樣車 我先把酷兒放好 車這裡我也覺得 我也很害怕 所以 我這裡不太敢 通常都不太敢車 我會先用手同事 然後這樣子 轉個幾針 確定 確定針沒有斷之後 好我再開始踩 一樣來回車個幾次 這樣因為這樣比較牢固 下面好了之後再換下面的地 下面這裡 一樣照著他的痕跡 然後車 好 來回車個幾次 好 中間這個酷兒要是車的話 剩下那個酷兒就 你也不用擔心了 因為就是小case 好一樣照著痕跡放下去 好然後來回車個幾次 這個酷這個改酷要呢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個好東西 有一個讓祝福 你永遠 有一個月 要翁 去 你是 有一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